字母 大家好 我是近乱克 今天主要是講俄文字母 主要來說是講字母 讓大家記一下字母 發音是其次的 就可以慢慢再收拾 我想說幾個重要的事情 第一就是重音 重音就是差不多每一個字一定有 而且只有一個音節是重音 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因為它會區分字義 就算是同一個字同一個寸法 只要重音擺在不同的位置 有時候意思都會不同 而且同一個字母 重音和非重音的時候 發音會有不同 所以重音是這麼重要的 每一個字的重音都沒有特定的規律 要死記 所以大家學每一個字 請謹記重音 第二樣東西 硬音的問題 軟音是什麼 軟音就有一個學名叫做 硬惡化 不用理我 意思就是說 有一點類似一個 耶耶耶的音加上去 就是有一個類似英文 yes 開頭的音 還有就是 清俗音的問題 容後再慢慢解釋 第一字母 硬軟音 重音 例子 例子 地獄 非重音 A Baron 道輪 B 硬音 B 例子 Bar 酒吧 軟音 B 例子 Bes 是沒有 是一個前支詞 V 硬音 V 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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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紀 G 硬音 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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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音 D 例子 Badarak 軟音 有一點點摩擦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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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dda 食物 Sistra 姊妹 Yo 它發音是同一個Yo 軟化的原理就跟上面一樣 例子Lot 是冰 那就不會是非重音 一定是重音來的這個字母 Zhe 硬音是dž Z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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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讀 就是類似英文Pleasure 那個dž 不過條舌要捲起來 退後一點 大約等於北京話的樣字 Rang 那個開頭音 但是摩擦大一點 Zharga 熱啊 很熱啊 那你就可以說這個字 軟音是不存在的 即使加了一個符號叫軟音符號 這個容後解釋 Mujia 丈夫的重數 Zhe 硬音 Zhe Z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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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子 Zha 是在了一個詞形詞裏應該有幾個解釋 就不解釋啦 軟音 Z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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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es 紅色 絲 軟圓音 重音 E ou軟化 E 這個 remarkable 或者是nit 非重音 i 軟化 eskat billet igrat 這個是e的短版本 即是短的e是什麼意思 那它在e上面有一個畫 即是說它是半原音 它不是原音 它是一個副音 它不會是硬音 它一定是軟音 就是i 這個發音 例子rai 天堂 g 硬音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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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音 g g g 這個也是解編織 不過這個是解他編織 他編織 l 硬音 l 有一點軟樂法 就是用舌頭的位置讀的 除了用舌頭的位置 用舌頭的位置 用舌頭的位置 所謂的dark l 就是這個 lorset 馬 軟音就不會有以上我所說的問題 l l lis 森林 m 硬音 m m mama 母親 軟音 m 7 n 硬音 n na na nos b 3 底音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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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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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園 軟音 走鬼 硬音 這個音怎麼讀呢? 我不太會教你 自己練吧 軟音 旁邊 硬音 一隻狗 軟音 八 數目至八 硬音 嘟嘟 軟音 有少許魔術 主題 硬音 重音 洋蔥 非重音 微笑 硬音 發發發 朵 忽元素 軟音 非 非 非 人名 等同於英文的 Theodore 硬音 哈哈 這個是普通話的 H的聲母 寺廟 或者是東正教堂 軟音 Schema 這個是類似英文 Scheme 硬音 硬音 沙 沙 軟音 基本上沒有 是不存在的 除了外來詞 因為有這些 有軟音的字太少了 我免得列出來 你自己慢慢找 Sch 硬音是不存在的 這個永遠都是軟音 這個讀音就是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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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st 這個是解名譽 又或者是品格 Sch Sha 硬音 Sha Sha 怎樣讀呢 就是要捲著舌頭 等同於普通話 S H 聲母 例子 Sha 象棋 軟音是不存在的 即使加了軟音符號 這個叫軟音符號 待會兒說 Yes 這個是解 你吃啦 或者是你吃 有兩個意思 Sha Sha 是軟音 永遠都是軟音 讀音是 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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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又是一個長音 即是要把這個音讀兩次 這個音是什麼音 這個音呢 其實即使是 普通話 GCC C 即是X的聲母 那它就是 類似英文的 SH 那個SH 但是舌頭要再往前一點 SH 要更加靠近上額 那個硬的位置 例子 Vish Vish 東西 物件 thing 即是類似英文的 好了 硬金符號呢 就比較複雜 我放到下一集講 還有打號還有幾個字母 下一集講 字幕次價格 字幕采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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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